等一下齁 第一個 你先澄清嘛 打電話給中國公安部的電話 絕對不是你打的嘛 好 這個我相信你 有沒有人打這個電話 我們當時有跟大陸聯絡 所以有人打這個電話嘛 你們有沒有跟部長報告 不是 通知他們去抓人 我們一直在要了解狀況 要去跟他們索取資料 所以部長你現在是說 有人打這個電話嘛 我不知道 所以你現在還不知道 那你怎麼急 那你就急急忙忙的幫副司長解釋了 我們同仁不會打電話叫他抓人 沒有 我相信部長您的相信啊 那請副司長繼續講好嗎 我們不是讓他們去抓人 這個當時我們有跟調查局也在聯絡 就說大家都要去跟大陸要資料 到底是什麼案子 他們給他發布了紅色通緝令 所以我們當時一直在說 好 那我現在再具體問你齁 這個紅色通緝令 這個人跟電信詐欺有關係嗎 他是另外一個商業詐欺 所以他不是電信詐欺嘛 對 但是也是一個詐欺啊 對 那他是不是因為在中國經商 後來跟中國那邊的人產生了爭執 然後有司法訴訟的案件 所以他們就發布了這個紅色通緝令 俠信的案情我們還是不清楚 沒有關係嘛 但是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你所知道的他不是電信詐欺嘛 那商業詐欺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還有進一步救命嘛 可是到今天為止你們還是不清楚 是什麼事情這樣對不對 我們有一直在跟大陸交涉 要請他們把捐證資料給我 好 那當天請問法務部打電話 給中國公安對口負責打這個電話的人 是哪位 應該是我們市裡的同事 請問是哪位 這個我要再回去做確認 好 沒有關係 那也請你一併做確認喔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這位是誰認不認識 對 大陸公安部的 大陸公安部的誰 公彥平 處長 所以你們認識他嘛 當然 好 那我們其他的事情下午 我們再繼續的來這裡釐清 我現在先請大家看一個表 這個是從法務部拿到的資料 你們就放在你們的網站上面 從20 從民國98年到105年2月29號 我們要求中國犯罪情質的交換 提出請求的是4061件 陸方完成的有1357件 陸方請求的有1346件 我方完成的有1090件 這樣看起來 台灣是比較真正想打擊犯罪 比較願意提供犯罪情質的嘛 最起碼我們旅行率比陸方多很多 這樣說明有錯吧 可是件數呢 件數差不多啊 實現的件數 所以你現在就是看1357跟1090 我們的1357比較大 就先不管請求的嘛 好 部長我完全了解您對於這個數據的詮釋 因為這是客觀的事實嘛 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求調查舉證的有1,121件 再度的顯示了 我國的檢察官跟警察真的很辛苦 對方跟我們要的 我們幾乎都有給人家嘛 對於第一件出來的數據是 我們跟他要的 大半都要不回來 沒有 我們要的件數多 他們要的件數還不到我們 差不多一半而已 對嘛 那要的件數多或者是少 是看辦案的需求嘛 那您是用絕對值來看 我是用百分比來看 那這個data要怎麼詮釋 我們可以繼續的再往下談 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事實講清楚 是很重要的 剛剛部長有說 前返我們給 我們 陸方給我們前返了484個嘛 但是他的母數是什麼 是1,441位 我們要了1,441位 陸方前返了484位 相對的陸方跟我們要求 遣返21位 我們送回去了15位 再度的顯示 我國的檢察官跟警察 真的比較認真 也比較辛苦 人家跟我們要的 我們大部分都有送回去了 報告委員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 所以這個很多 跟他的具體的事實是有關係的 然後呢 您說的我都了解 這個data要怎麼詮釋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 基本判斷的邏輯 然後我接下來請教部長 簡單幾個法律問題 第一個 這個跟我們在今天討論的事情有關係 我不希望整件事情的討論 好像牽涉到政治以後 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都是法律人 我們依法來論法 第一個 請示 要看它是哪一種罪 如果說是境外 沒有我上面已經講了 是詐騙案件 沒有 詐騙案件 目前是沒有 好 那你贊不贊成 我們修法 讓我國可以打擊這種犯罪 這個要經過討論 這有很多不同的 沒有關係 我相信社會上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現在只問法務部的意見 我要研究過之後我才能答覆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 您是沒有答案的 對 好 那您知不知道 在2013年4月22號 司法法治委員會在審議 立法委員提案 要求要打擊跨境的詐欺犯罪的時候 曾經提出過我國應該要行使管轄權 因此要修刑法的規定 那這個時候法務部的代表 在那一次司法法治委員會 所發言的態度是什麼 您知道嗎 我要拿紀錄來看 我可以直接跟你講齁 你在立法院公報第102卷 第25期的委員會紀錄裡面 寫得清清楚楚 法務部的立場是反對 那部長不是您自己來的啦 是法務部的代表來的 所以顯然法務部 我現在出了很大的問題 連部長都還沒有採取 特定政策立場的時候 有人代表了法務部到立法院來 針對這項修法表示反對 因此這項修法在那個時候沒有過 下一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 A國向我國請求引渡該人犯 我們是不是應該引渡 這看管轄進和的問題 通常都是要 沒有管轄進和了嘛 我們順著法律的問題邏輯很清楚嘛 我們有管轄權他也有管轄權 沒有啊剛剛 您的答案不是我國沒管轄權了嗎 不是 如果說是我國沒有管轄 但還有一個幾國人民不引渡的原則 所以您也反對 這個時候我們也把人犯 遣送到A國去對不對 如果說已經回到國內的話 如果已經回到國內了 你還是反對我們把人遣送回去對不對 是 好 下一個問題 那你贊不贊成 我們應該修改引渡法的規定 這個時候要把我國的國民引渡過去 這個不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事情 沒有啊引渡法是本國內國法律 這不是引渡條約 我知道 我們盡可以這麼定 但是別的國家接不接受 有他們自己的法律跟考量 對那我的意思是 就我國法律的修改而言 你先不用幫其他國家考慮 做為我國的法務部長 如果有人提案 我們為了要擴大境外犯罪的打擊 因此我們應該要修改引渡法 第四條的規定 我們的國民在A國詐騙了A國的人民 然後結果呢 結果我們的國家的管轄權 竟然沒有辦法行使 那A國的人他一定會覺得很委屈嘛 要求我國把人引渡過去 那依照目前引渡法的規定 是有幾國國民不引渡的原則 那我現在問的是 部長您贊不贊成修改引渡法的規定 即使是我國的國民也引渡過去 我確定一下齁 就是說您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的國人在外國犯的罪 我國的刑法不能夠制裁 我們依然要求把他引渡回來嗎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我剛剛的法律問題的邏輯非常的清楚啊 A國向我國請求引渡該人犯 我國是否應該引渡 剛剛部長您講了嘛 按照幾國國民不引渡的原則 答案是不會去引 按照現行法不能引渡嘛 那我現在進一步的是 我們為了要打擊境外犯罪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立法委員提案 應該要修改引渡法第四條的規定 我國的國民在A國 詐欺了A國的人民 這個時候我國的法院 沒有辦法行使管轄權 要求引渡 要目前的引渡法不能夠這樣做 修改引渡法你贊不贊成 可以討論 馬上而慣例 在我國要不要修改 法務部的立場是開放的 就是還可以討論就對了 好 謝謝你 謝謝 部長請問 不過黃委員請你留步 因為我不太了解 你剛才要的那個資料 你能不能再講一次 要請法務部提供的是 今年在菲律賓發生的是1月14日 1月14日 這個 1月14日 法務部 那個案子那個 台灣人他被 要送放飛機回 回國之前 那麼是誰 打電話通知了法務部 法務部哪一位 打電話給中國的公安部的哪一位 那麼所表明的立場 主席不好意思 就是容我 跟貴言會表達一下 就是說 針對下午的 針對下午 本來有臨時提案要處理的案子 那因為接下來 我們馬上要組代表團 到中國去 談判有關於肯亞的事件 我今天在質詢這些事情 我必須要講 其實我心裡很難過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希望能夠確定 確定就是 我國的代表團出去的時候 各部會的立場是一致的 各部會的立場是一致的 為了要能夠確保這件事情 我希望相關的討論 還有今天還沒有時間 討論的另外一個案子 今天下午 如果開委員會的時候 能夠特別的進一步處理 沒關係 看我們委員會怎麼做決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您剛才提到 在質詢提到說 要傳證人 這個我們大概 在委員會的形態 沒有辦法傳證人 但是您希望 哪一位官員來列席 您是要私底下跟我講 還是您現在要公開的指名呢 沒有 其實只要2月16號那天開會的人 有來就好了 如果說 今天曾經參與2月16號開會的人 今天為了要負責去處理跟中國談判的事物 沒有辦法到場 也沒有關係 都可以 我們今天下午會做決定喔 因為今天下午 可能通知上也不一定來得及 我們可能會在3月 這個禮拜3 就後天的上午 我們可能加開這個 增列議程啊 來做一個專案報告 沒有 那個貴委員會的議程的安排 我完全尊重那個主席 還有貴委員會委員的安排 那只不過我之所以 剛做這樣子的表達 只是想跟主席報告 我了解 對 希望說 因為剛才這個法務部 有私底下來說明 因為他們現在下午好像要開 接下來要去這個中國的這個會議 所以人不一定有辦法到得起 如果我們看了不滿意的話 我們就會在禮拜3 增列議程啊 安排專案報告 那麼專案報告呢 各個 我們在提案裡面列出 八個這個機關跟單位 那麼當天要開 參與開會的人 都希望都能到 之外啊 代表都要到好不好 好 謝謝 主席 我們還是有請羅部長 還有刑事警察局的副局長 請羅部長 請紀副局長 座委員好 座委員好 太好了 謝謝 太好了 謝謝